消防人员长时间救灾 偶尔会碰到了像是如厕 或是短暂休息不便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苗栗县消防局 考量到第一线消防人员的需求 将原有的宣传车辆来活化 改装成了有厕所 可以饮水以及休息的后勤照顾车 这创新点子也让消防员是大赞方便 车门打开一旁有饮水区 膝带是瓦斯炉还能够煮水 最重要的是里头有厕所 满足地线消防人员需求 其实在一个空旷的地方 尤其是冬天 风很冷 然后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休息 那有了这台车之后 其实我们如果脱向消防衣 很冷的时候我们可以躲在里面 稍微做个保暖的动作 或是住住浆茶 让我们消防员可以很温暖 那女生的话就是 如厕会比较方便 像之前我们去打大型救在现场 周边其实都没什么 可以上厕所的地方 那有这台车的话 女生就很方便的可以去做 如厕的动作 红色外观车辆 原本多在宣导时使用 消防局考量车体活化 花费10万元 改造成有厕所桌台 也提供饮水短暂休息的空间 消防员若长时间在外救灾 如厕休息都能够解决 未来也将运用在各类的救灾场合 目前本车由我们的车辆保安产来进行保管 一旦外勤大队有任何的需求的时候 只要来申请资源 我们会立即派遣我们同仁将这部后勤造物车 开到现场提供给我们的外勤消防人员 让他在如厕方面还有一个休息的部分 有一个充分的照顾 建议保障我们外勤消防人员的健康 消防局规划后续针对使用的需求是情况调整设备 让辛苦的第一线人员舒适的休憩